慕容 玄苦师弟 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平僧收戒之日 现时赐我法号为玄苦 佛祖所说七苦 乃是生老病死 愿赠慧 爱别离 求不得 秦僧勉励托此七苦 只能度己 不能度人 说来惭愧呀 这愿赠慧的苦 乃是人生必有所为 素因所有 该当由此夜报 众位师兄师弟 见我长此夙夜 该当为我欢喜才是呀 玄碑师弟 数月前命丧奸人之首 我们全力追纳凶手 实为我佛误称误怒之介 然降魔除奸 乃是救助世人 除一魔头 便是救助无数世人 师弟 那人可是孤苏慕容吗 方丈师兄 贫僧不愿师兄和众位师兄弟 为贫僧操心 以便更增我的夜报 至于那个人若能放下屠刀 自然回头是岸 倘若执迷不悟 他也是突然自苦而已 至于那人的行貌 那也不必说了 是岸 诗帝大觉高见 做师兄的太过执着了 骗落下诚了 贫僧一语静坐片刻 莫想忏悔 是岸 你的 师弟多多保重 家客远道而来 为何徘徊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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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安好 弟子乔峰 叩见师父 是峰儿 我这时正想念你 只盼和你见一面 快进来 进来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你 你就是 你就是乔峰 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徒儿 正是孩儿 孩儿平日少有师父 有劳师父挂心了 今日见师父亲见 孩儿不生之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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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每一点師父 来 哈哈 厐针 如果止 一 ng 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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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快习武的量 但还差那么一点点东西 这是善念 这是善举 今后这两样东西 你要实实地拿捏在手上 师父放心 徒儿一定拿捏住 不但要拿捏得住 还要记在心上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怀善念 行善举 必有福报 我行走江湖以来 对待武林中征派同道 哪一件事不是光明磊落 大模大样 当年师父没完下山受我武艺 纵然大风大雨 已从来不停一晚 这等重温 我便粉身碎过 一档报答 大如 hai 是 荒 当时 凯犒 那么 你 负责 我 我 我 在此 弟子有事要见玄虎师父 不幸撞起 不幸撞起师父缘济 那么 恶美同佛 来 来 来 方丈 我师父何以至此 玄虎师弟是早歹人暗算 胸肩重一计恶仗 肋骨齐断 五脏俱破 仗着他功力深厚 才能支撑到此刻 凶手是何人 我问他凶手是谁 他说并不相识 再问他行貌年岁 他却说道 佛家有欺苦 愿增慧乃为依苦 既然遇到了冤家对头 正好就此解脱 至于凶手的行貌 他却只字未提 我乔锋是苏家人 定要抓到这凶手替我师父报仇 可贵死门禁森严 这凶手又是如何创书 施主传进少林寺 咱们没有阻拦察觉 那凶手当然也能自来自取 如入无人之境了 弟子是在紧迫 不及在山门外通报求见 大事见谅 师父 师父用药了 师父 师父用药了 方长 师父怎么了 师父原济了 原 师父原济了 师 师父 师父 是他 大伤师父的就是他 你说什么 清松 你不用害怕 你说好了 你说是他打的你师父 对 他有手掌打师父的胸口 我就在窗口看到的 方长 你 你打回给他呀 你须得看清楚了 别认错了人 我看他清清楚楚 没错 就是他 就是他打仗了师父方长 就是他打的方长 辛苦师父 是我受益安施 师父与我十余年未见 方才听我回来 甚是欢喜 我自孩童变为成人 相貌早已不懂 若非 师父见我 与那凶手神情相似 那凶手假扮成我 要嫁祸于我 师父遭人毒手 却不知凶手是谁 可见到了我 心中大悲 一痛而死 方长 我自小临死 相貌早已不同 凶手在有意无险 师父 师父 你虽然不在丐帮 但终是江湖中盛名人士 今日你驾临彼次 出手积伤玄苦失地 不知所为何来 还盼辞教 你驾临彼 师父 您临死之时 还当我是凶手 我虽万万不敢冒犯师父您 可这凶手杀害了您 是因我而起 弟子今日一死 已谢世恩 殊不足惜 可师父这大仇 却报不得 是 弟子 有犯少林尊严 师父 恕罪 快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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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呐 跑哪儿去了 站住 快 人呐 快 抓住他 都给我听好了 至敬至名 到屋岭排查 绝不能让乔峰跑了 是 是 知库指导 告诉徐业的人 你绝不能放过 任何一个角落 是 是 前门没有 北门也没有 东边 东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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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奇灾怪 这么大一个活人 就这样平坤消失了 旨然 你带人将玄虎的法体移入舍利院中火化 其他的人只能巡逻 是 是 和民朝法 快 走 请来点 走 搜索自己 好 自己搜 那边 是 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这边也没有 走 去那边看看 搜索 走 去那边 快 去哪儿 这边 这边也没有 走 走 几位师弟 咱们走快一点 他 帅 启 来 来 快 唱 你 呀 来 哦 好 mir 话 才是 是吗 师兄 我看你也未必知道吧 我怎么不知道 一梦如是 什么是一梦如是 知青师弟 平日临从未多言多语 今儿话怎么这么多啊 不说算了 我到后面方便一下 知青 你干什么 师父 一梦如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就那边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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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我看到了 是指战和指约使术 不好 小枫大早的经书 快 快禀告风筝 好 这笔账又攒在我头上 拜剑方炸 是乔峰做的吗 他怎么知道这途经的秘密 不是乔峰 是 是芷青 是 芷青 过来 你给我过来 说 为什么要陷害同门 你拉我干吗 你将我们五人踢倒 将经书盗取 禀告风筝 他把我们骗到这里 将经书盗取 我一直在风筝身边 怎么可能来盗什么经书 只请逼到师父的命令 把我们骗到这里 然后问寺庙的秘密 是我随口不小心 说出了那四字 接着 他便外出方便 从背后偷袭我们 将经书盗取 你可瞧清楚了 确实芷青无疑吗 禀告风筝 我们与芷青无冤无仇 怎敢陷害于他 此事定有别情 芷青刚才一直在我身边 未曾离开 正是 我也看见芷青陪着防掌师兄 他怎么会来此道经啊 志斩 那芷青出手与你过招 拳脚中可有奇特之处啊 我给这事忘了 他与弟子过招时 用的并不是本门功夫 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功夫 你能瞧得出来吗 他的功夫应读得很 绝不是咱们少林派的功夫 各位师叔师伯 这说起来 先前芷青师叔问过我 这菩提院的去处 我当时只是有些奇怪 他若死比我早 赵丽应该知道在哪里 但现在想起来 应该不是这位执亲师叔 你是军帐的 就瓜子 克风 叫老 Independent 赵丽应败 叫人如坠无礼物众 为今之计 我们只有一方面抓紧搜查 一方面镇定从事 以免惊扰了僧众 只怕祸患更加难以收拾 本院所长经书 乃本寺前辈高僧所著大成经论 倘若佛门弟子得了趣 念诵钻研 自然颇有弊异 但世俗之人得趣 不加尊重 实事罪过不小 各位师弟师职 自行回归本院安息 有私职者照常奉行 是 阿弥陀佛 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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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家里的手 少许 是 不过 我家里的手 那你 我家里的手 我有 是 来 这 这乔风在那儿 你们快去禀告方丈 我去盯着他 好 他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 哎 快 曹锋 快 快 还不快走 不知前辈何人 在下先行谢果 操 那边 快 快 快啊 快 操风 来 抬起来 好 来 来 来 没有大碍 一个乔风已经够难对付了 却不知那两个黑衣人是何来历 夜闯少林 又有何居心呢 定迟战所言 似乎二人并非一伙 可恨那乔风 不但投了疫情经 还伤了我们不少弟子 即兴难测 可怕至极 不 不 不是那样的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凡尘大师 我还好 我不是被乔施主打的 我是被黑衣人打的 我当时出手是想拦住乔施主 当时有一阵掌风袭来 是乔施主他出手才救的我 你弟子看 这乔施主 应该是无意伤人 因为 因为他不像是那样的人 他不是哪样的人 杀害养父养母的不是他 打坏玄苦师弟的不是他 还是伤人窃精的不是他 他若与那恨疑人素不相识 对方怎会如此地出手帮他 如果乔施主是有意伤人 那今晚 虚竹和诸位师兄弟们 也应该无命回来了吧 就算如此 打坏玄苦师弟在先 包庇窃精之人在后 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可是师父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乔施主当年是多么的英雄盖世 行事多么的光明磊落啊 如果乔施主有一伤玄苦大师 又为何 把诸位大师们叫过来 给自己添麻烦呢 乔逢是气单人 生性雄残 做这种事情 还需要什么道理吗 我 此事 此事定有不少疑殿 但若真是乔风所为 此人太过凶险 须得昭告天下武林同道 让大家多加小心 是 别死啊 我心中存着无数的疑问 正要问你 你可不能就这么死去 是个女的 无论此人是男是女 是好是歹 总不能让他就此死去 阿朱姑娘 你被宣赐方丈的掌风误伤了 伤得很重 挨不得的 我这就带你去镇上治疗 我有药 这个 阿朱姑娘 救命要紧 得罪莫怪 是 他 那是 他 有 你 要是 你 有 你 是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薛先生 您在江湖上广行功德 若今日愿意救小姑娘一命 乔某日后定不敢忘大恩大德 日后不敢忘大德 难道今日你还想活着走出这巨弦庄不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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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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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还有谁 是红王 是啊 是啊 我 小小子 我来给你喝一碗 昔日面对辽军你临阵脱逃 凭什么跟我喝这碗酒 今日喝这绝交酒 是与众英雄的往日恩情 一笔勾销 我跟你 什么交情 不用那么麻烦了 一起来吧 这碳酒 就属于你们所有人绝交的酒 来 谁先来 那就我先来了 不制限投资 人来onte footage 好 等我 大家不要乱 散开 爹 你快回去 这不是你能担的地方 快找地方躲起来 爹 小军 师哥护话来迟 千莫见怪 此人杀父杀母杀尸就该毙了 待会一块上 对 一起上 上 大师 方才我有一句言语极为失礼 望大师勿怪才好啊 说什么话失礼了 我先前言道 乔峰孤身一人 进少林 出少林 诛杀玄虎大师 不仅毫发无伤 还掳去一位少林高僧 那便如何 乔峰武功之高 实事实上含有奇品 我此刻才知 他进少林 出少林 来去自如 远是极为拦挡 宣神一 你想考教考教少林派的功夫吗 德哥 德哥 严霸 再不出手 有人以为我们少林派无人的 严霸 再不出手 人物贵 阿弥陀佛 乔风 你嘴面太深了 这一切就都酸在我身上 那又如何 阿弥陀佛 公子爷 是你 公子爷 乔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来赚冒险的 你一定要帮帮他 阿弥陀佛 你跟这位姑娘是何关系 这位姑娘是我家婢女 却不知为何跟乔风勾在一起 而我慕容附这次前来 目的跟诸位英雄一致 就是要制服乔风这恶贼 至于别的 我们以后再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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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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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兄弟 对在 人在 对我 人亡 今天 我们收到七尺大主 我们 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乔丰 此如来世必报 爹 阿弥陀佛 爹 什么事 重疯 我杀了你 只问 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 我问你们 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 你是契丹人 能虚无情的启奈呀 小心 儿子 把那个女的给我杀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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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阿尊 我 几位安好 几位前辈 邀约乔某知身前来 不知所为何事 在下姓杜 今日我兄弟五人 貌昧邀约乔大侠 是为了打听点事情 但说无妨 不知乔大侠对玄虎大师 谈功谈婆 赵前孙改帮徐长老 善政的死有何看法 他们几人并非在下所杀 他们不愿意说出 带头大哥的姓名 在下确实使用了一些逼迫 可他们不畏生死 不出卖朋友 在下心中 确实有几分佩服 至于是何人下的毒手 在下也想查个水落石出 乔大侠 我兄弟五人 虽不愿意信你这一面之词 却也拿不出你行凶的罪证 不如这样吧 若乔大侠跟我们对上一掌 如若你一掌不输 我们便不再拦你去路 言重了 无畏是前辈高人 在下一望即至 无畏若同时出手 也能即刻取乔某性命 若几位前辈想出手指教 乔某武功低威 还请手下留情 威震天下的乔帮主 武功低威 那世上还有何人武功高强 乔大侠 请 是人都知道这祥龙十八掌 志刚志盟 然汪帮主生前 却与在下提过 这祥龙十八掌 是真力在于绵而不绝 这今天一事果然不假 佩服 佩服 几杀玄苦的那一掌 凶狠霸道 或许真不是乔风所为 凶狠霸道 领教天下第一掌的良机 千载难逢 望乔大侠不吝赐教 我们终于能够 人称北乔峰 当是武功第一 今日领教 果然名不虚传 拜扶之志 三位前辈言中了 今盟指教 此生不忘 就乔峰运尽实力的手法来看 击杀谈功谈婆 大概是另有其类 我仔细查探过徐长老的死 徐长老之子 应当与乔峰无关 乔三怀扶扶胸口 肋骨根根断绝 是被武学高手 以及厉害的掌力击 现下看来 凶手确实有刻意展示武功高强 嫁祸乔峰之嫌 若不是偏有用心 肯定不会以那么强的功力 击杀两名守国寸铁的相应农民 但这乔峰武功着实了得 却又凭一技之力 诛杀善家赵全家的势力 若他想要刻意掩盖 自己的手法和招式 想来也非难事 我们五兄弟此番赶来 不敢说能强行阻止乔大侠 但希望跟乔大侠说一件 千真万确之事 乔大侠一直找的那位带头大哥说了 为了他一人 江湖上已有许多好朋友送命 他自觉罪孽深重 那带头大哥还说 当年燕门关外那件事 他是大大的错了 早就该尝了自己性命谢罪啊 乔大侠若去找他报仇 他决意挺胸受禄 绝不逃避 不知前辈此言 是听到带头大哥亲口所说 还是旁人转述 千真万确 那带头大哥的的确确是这个意思 那带头大哥究竟是谁 老朽在江湖上颇有威名 我这四位兄弟也都不是无名之辈 我们五个人严处入山 此刻未能奉告真实姓名 乔大侠若有心事后必知 老夫功夫远远不如乔大侠 但仍当献丑 跟你对上一掌 这一掌不求胜败 只想让你知道 我兄弟五人 绝不会一派胡言 乔大侠 在下领教你一招 高明长发 不妙 他这空无一地的一掌 是幼州 他趁我回收掌力之事 借机发难 我必然要死在他掌下 乔某此生休矣 我等未见真相 就一段乔风是诸多惨案的真凶 甚至做出合力诛杀乔风的决断 阿弥陀佛 几位师弟 其实早就巴不得知 一切都是乔风干的 那样的话 就可以证明契丹人 本性残忍 喜好杀戮 那样的话 中原武林三十年前 杀害乔风父母 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一举 是也不是 惭愧 惭愧 老那又何尝不是如此 乔风承诺 不加害智光之后 老那依然放不下心中的谬剑 私下派人暗中监视乔风 老那此举 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然我佛此微 却因此查明智光大师 乃是服毒原计 绝非乔风所为 是 当下流言似己 天下群豪皆以乔风为敌 我等 当将实情告知天下 以正视听 方正师兄 意下如何 老那正有此意 你们去吧 你们去吧 天资非凡 天资非凡 更难得的是 仁义忠厚 又有运筹帷幄之才 我有心 将我一生所学 竟数传授 待机缘和事 将帮主之位 传给他 先帝 你意下如何 该帮乃是天下第一大帮 得渐燃兄毕生之所学 且德才兼备 非他莫属 只盼丰儿能够自强自立 安稳一生 也就足矣了 宣慈啊宣慈 你草率行事 支持乔丰做改帮帮主 害得乔丰忠孝难全 进退为苦 害得武林打乱 许多人人一世 无辜残死 师弟们戒不掉吃 而你呢 你身为方丈 却贪 沉 痴 三毒俱全 宣慈 你罪孽深重 必是难脱报应 天竹大德 中土高僧 相聚少林寺讲论武功 实乃盛事 小僧能否有缘做个不速之客 在堂宫廷双方的高见呢 是谁 实在说话 既是佛门同道 便请光临吧 好 小僧揪摩制 拜见少林寺方丈 阿弥陀佛 原来是吐蕃国师到了 婢子今日正有一事难以分剖 便请国师主持公道 代为分辨是非 国师 方丈要小僧来主持公道 万万不敢 不过刚才我在山门之外 听到哲罗星大师 和玄残大师对武学的争论 小僧倒是觉得 你们二位所说的 都有不对之处 敬请国师指点开示 哲罗星师兄 你刚才说 少林寺的七十二绝学 似乎没有人可以门门精通 此话诧异 而师兄 你刚才说的摩合纸 般若掌和大金刚拳 乃是贵寺的 密不外传的绝学 除了少林寺嫡传弟子之外 外人不可能知晓 这句话也不对 据国师所言 有人以一身而能监通必派 七十二门绝技 不错 敢问这位大英雄是谁 英雄嘛 倒是亏不敢当啊 便是国师 正是 正是 这可可可可可可人 不会吧 才能是哪个气势 怎么有分心呢 这怎么可以 才能是哪个气势 怎么有分心呢 才能是哪个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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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师 并非我少林派中人 然则磨合纸 般若掌 大金刚拳等几项功夫 却也精通吗 那就请诸位大师 多多指点 这些材料 没有 大师 有 你 有 非常 有 有 大金刚拳的骆中东应 般若掌中的摄伏外盗 还有魔盒子中的三入地狱 这 国师神迹 令小僧大开眼界 佩服 佩服 老衲数十年苦学 方知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波罗兴师兄 少林寺潜水难养蛟龙 浮泊之地留不住夹克 你请自便吧 且慢 照方丈母所言 少林寺的七十二绝血 并非是少林寺原创 那这个绝字 就该改一改了吧 但是师父 这舅摩之他武功是高 但是他用的不是我们少林寺的武功 瞎说 方丈都没有意义 你如何敢说这样的话 舅摩之国师联使的三门绝技 你连学都没有学过 又怎知他不是我少林武功 愚蠢 愚蠢 师父 是真的 他用的武功虽然是 但是我们少林寺的招式 但他的内功 别说了 怕了 回来吧 回来 是人吧 下来吧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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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虚猪怎么会拧花枝 是虚猪怎么会拧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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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啊 你从哪儿学的呀 这次给你拧花枝 什么拧花枝 学的这么厚啊 之前没有花枝出来 对 就这么厚 是啊 你知道吗 这么厚啊 小和尚 功夫不错呀 那你再看看 我这招般若掌 是不是你们少林的武功 小和尚 你用的不是少林寺的武功吧 封面的武功 我和尚使得不是佛门功夫啊 对啊 我到你们少林寺了 就是想领教你们少林寺的功夫 还用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来和我对招 阿弥陀佛 国师误会了 小僧天字愚钝 入寺后只学了韦陀长 罗汉权这种入门级的武功 小僧万万如何 不敢和国师比我 小僧冒昧了 你倒还有自知之明 直到不敌 就退下吧 是 徐竹 方丈师父 你是本寺第三代传人 国师万里远来 良机难逢 你便以少林寺 罗汉权与维托长的功夫 请国师指点几招吧 方丈怎么让他去啊 是 他让他去啊 他让他去 他心里的方丈怎么会让他去啊 反而怎么让他去啊 反而什么都没有 他去 从哪儿去 收敛这边吧 什么事啊 他没得过 他行呢 是 阿弥陀佛 让他 去主会不会被打死啊 看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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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如果 这下服了吧 施主 施主 没事吧 施主 怎么样了 没事吧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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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了 你 难道是被名神攻护体 吃他此拳并无大碍 受我一拳进武士 俺一拳大跟他的 我 Deaf人 你喜欢我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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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我看我看你 如影随行退 这是多罗之法 无体染得燃木刀法 好快 前手如来掌 我真是厉害 此人自称一身监通本派七十二门绝戏 莫非大年虚 虚竹仅虚一招黑虎掏心 就能应付自如 真是难得呀 罗汉党的菠萝密兽 法树碑手 引陀螺转 罗汉党 萧绵无血 果然浩瀚之间 高深精妙 主人 小心 勇者 求量删她 是 怎么个事啊 这是 你们是谁呀 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至身打扮 主人 主人 知道主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主人 谁也就是主人 谁也就是主人 对啊 主人也就是主人 纯色不光一众欺果 而且还暗藏春色 春色 春色 还都春色 Lieutenant 居然是谁 是啊 列偉师兄 还是先请示斋饭吧 在座论处 少林寺处玄自辈众位师兄弟外 其余众生各回僧房 叙主 慧伦 你们留下 四位女施主也稍作等待 是 我看来 死我了 你自己的长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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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 若非你有此番奇遇 又怎能敌得过 吐蕃国师的神通武艺 方丈师父 弟子无名障重 尘垢不出 一欲外抹便把持不住 接连犯了婚戒 杀戒 酒戒 银戒 弟子还背弃本门 学练旁门外道武功 招致四位姑娘 来我少林寺 回我少林寺清运 弟子罪大恶极 罚不胜罚 但是弟子 还是想请我佛慈悲 方丈慈悲 各位师兄师弟 须竹有此番遭遇 为时大义寻常 使关少林寺千百年的情谊 老那一人不便擅自作主 邀请众位共同斟酌 启禀方丈 须竹过失虽大 但功劳却也不小 若不是他出手镇住那番僧 本寺在武林中哪里还有立足之地 那番僧故意败坏我少林生育 这等奇耻大主 权杖虚逐一人挽救 依小僧之剑 命他忏悔前非 抵消罪业 然后在达摩院中惊言武计 此后不得出四 不得过问外物 也就是了 以他武功造诣 这达摩院也是去的 但他所宣乃旁门武功 少林寺大母院 能否荣下这旁门高手 宣残师弟 可曾细想过此劫啊 以师兄之见 那便如何 虚竹有功有过 有功当奖 有过当法 那四位姑娘来到本寺 乔庄为僧 并非虚竹授意 咱们坦诚向 纠魔智及神山诸位 说明真相 他们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们无愧于心 更不必理会 旁人妄加猜测 但须竹他背弃本门 另学旁门武功 这少林寺 只怕是 再也容不了他 徐竹 仗着自己的武功 连犯诸般戒律 本应废去他的武功 逐出山脉 怎奈 他之前的武功 早已为人化取 现在的武功 并非出自本门 咱们 无权废去 方丈师父 诸位太师伯太师叔 师伯师叔师父 弟子恳请你们 慈悲开恩 给虚竹一条 重新改过之路吧 不管什么惩罚 弟子都甘心领受的 师兄 师兄诸位 不要将虚竹赶出死去 弟子求你们了 求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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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竹 虚竹 方丈 且听老僧一言 眼前还有六件大事 尚未妥善解决 若现在将虚竹逐出死去 那可难了 师弟所说的六件大事 第一件是纠魔制未退 其二是波罗星偷盗本寺的五经 那第三件乃是丐帮新任帮主 庄俱贤 欲为武林盟主 师弟 那其余的三件 何事啊 玄碑玄难 玄苦三位师弟的性命 阿弥陀佛 老纳只为本寺方丈 于此六件大事 无一件能善为料理 为师罕颜 可虚竹身上的功夫 全是逍遥派的武学 难道我少林寺的大事 还要靠别的门派料理不成 以方丈之鉴 该如何是好 我被揭成前辈一波 今日遭逢极大难关 以老纳之鉴 当依正道行事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倘若大家齐心尽力 得保少林清誉 那时乃我佛慈悲 若摩圣道衰 老纳与各位师兄师弟 一命互四 一身互教 这也问心无愧 少林四千百年 造福天下不浅 善缘深厚 相信 其实只是一时受挫 也不至于落得一败涂地 永无复兴之日 方丈高见 愿遵罚旨 玄机师弟 明日一早 你来执行本司戒律 给大家一个交代 是 玄残师弟 烦请你通知吐蕃国师 与众位高僧 明日 请他们到延武阁来 做个见证 是 施主 今日你大大有功 但当下 还是要以本司的轻欲为重 去方丈师父 诸位太师伯太师叔放心 明日 我绝不让外人看到我 有畏缩起怜之下 让他们外人 看不起我佛门弟子 当之如此 该帮新任帮主亲自下书 要与少林寺一决高下 选出中原武林盟主 此事已惊动大半个中原武林 新秀派丁春秋 姑苏慕容复也已前往 阿子呢 我们的人确认过了 阿子姑娘 却与丐帮的人在一起 他们扣住了阿子姑娘 难说不是为了引大王出面 若是对方早有准备 咱们的人手不够 恐怕难有胜算 既然来了中原 免不了要见见老朋友 燕云十八计听令 即刻前往少林 救出阿子 是 我 这准备了 那准备了 婚戒四大戒律 思学旁门别派武功 擅自出任帮派掌门人 少林寺戒律院手作玄计 便一律成处 不得宽怠 徐主 房仗所指罪业你都承认吗 弟子承认 弟子罪孽深重 没有什么想辩解的 弟子甘愿受罚 徐主 擅犯 杀 银 婚 酒 四大戒律 罚你当众重打一百棍 你心服吗 弟子心服 你 为得掌门方丈及授业师傅许可 擅学旁门武功 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 从今而后 不再为少林派递死 你心服吗 弟子心服 太师叔慈悲 可许可许 你既为逍遥派掌门人 为飘渺峰灵鹫宫的主人 便当初教还俗 不得再为佛家弟子 从今而后 也不再为少林派僧侣了 如此处置 你 心服吗 可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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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有福助为教诲 弟子不孝 有福助为教诲 弟子不孝 有福助为教诲 方丈师兄 玄祭师兄 依小僧所见 小佛兄迷途知返 大有悔改之意 何不再给他一条 自新之路呢 师兄指点的是 但佛门广大 天下何处不可入身 徐竹 罚你破门出界 绝非对你心存恶念 断你归依我佛之路 天下庄严宝差 何止千万 你若有心归依三宝之念 盼你令头明寺 发红誓愿清净身心 以早证正觉 就算不再出家为僧 也要勤修六度万行 一般也可正道 为大菩萨成佛 方丈师父教会 虚竹终生不枉 慧伦 弟子在 你身为虚竹叶师 平日堕于教诲 一致今日之祸 罚你受账三十棍 入界律院面壁忏悔三年 你可欣福啊 弟子 弟子欣福 没有 疼师父 弟子向其师父 受这三十丈则 既是如此 虚竹 共受丈则一百三十棍 掌刑弟子取棍伺候 是 启禀方丈 各路英雄拜山求见 启禀方丈 列伟师兄 由贵宾来访 今日我寺清理门户之事 只能暂缓一步 徐主 徐主 你起来吧 是 师父 玄机师弟 率少林寺众弟子 于老衲 出门迎客 走 走 走 段王爷 宣慈方丈 别来无恙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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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落入了奸仁恶森之手 国师居然在这儿 正想向国师请教呢 段公子的下落 我倒是知道一点 不过可惜了 可惜了呀 国师此言何意 小僧初见公子 见他头角睁容 乃你们山南万千生灵之福 谁知道 他看上了一个貌美的姑娘 从此以后 这位姑娘往东她便往东 这位姑娘往西她便往西 什么雄心报复都消耗殆尽了 岂不是可惜之至吗 不过这也是你们大理断事 家风深厚 虎父无犬子啊 是啊 是啊 这不孝子 总有些不寻常规之理 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 国师如果知道他的下落 还请明示 大王爷 大王爷 我三弟他精神焕发 身体极好 您不用担心 小兄弟 你最近见过我男孩儿 师爷 爹 玉儿 孩儿在此 爹爹身体可安好吗 好好好 二哥 你心有所忠 怎么又当山河上了 既然段公子在这里 那慕容施主和王姑娘也定然在附近 慕容施主既然已经到达山门 为何不近似参拜呢 这是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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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来了吗 是 慕容公子和丁老快 在山腰恶斗呢 被杀了丁老快 再来少林寺 幸运如来 丁春秋大显神功 已将慕容公子打得全无招架之功 大伙可想去瞧瞧热闹啊 王姑娘有难 我要速去营救她 好 来 丁春 这丁老快竟敢上邵氏山来 今日人人虚当奋勇 为玄奈师兄报仇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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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客 咱们应该先礼而后兵 众位朋友 随劳纳一起去瞧瞧 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 好 好 好 是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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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星宿派的邪门功夫 不是丐帮的功夫 是什么和少爹派比喻 不能使用邪派功夫 王主 您应该使用降龙十八掌才是啊 星宿派神功 比降龙十八掌不知道强到哪儿去 干嘛不使强呢 反而使差劲呢 就是啊 星宿武功 天下第一 掌无不胜 功无不克 对啊 降龙臭掌 狗屁不止 狗屁不止 是谁说降龙十八掌 不住星宿派的武功 谁呀 谁呀 狗屁不止 杀了 狗屁不止 狗屁不止 大哥 乔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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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房 你终于来了 中尉兄弟 小枫已被逐出盖堡了 诸位不须再用旧日称呼 乔房 乔大侠 自别之后 咱们众兄弟 每日都可以想见乔房主啊 就是你说星宿派武功 远胜于降龙十八掌 好 姐夫 您终于来救我了 阿子 你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瞎了 是顶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 姐夫挖下他的双眼替我报仇 你 你快把阿子姑娘放开 你快放开他 阁下何人 在下是 我是盖帮帮主 庄帮主 段王爷 令千金在此 交给你了 不 姐夫 姐夫 好 孙规 堵城 把小姐带到安全的地方 务必保齐周全 是 主公 我不走 姐夫 姐夫 你 我不走 姐夫 妙气妙气 王姑娘 我 大哥 大哥 兄弟 别来可好 可想煞小弟了 别来无恙 一言难尽 万幸 你我多安好 乔风乃是契丹人 人人得而诛之 今日 可不能再让他活着 走向这邵氏山去 对 我们一起善了他 我们一起善了他 这儿来了就别善他了 别善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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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善他 别善他 可现在时局恶劣 只怕我们两兄弟难再多许 你先退开吧 山高水常待 咱们后会有期 大哥 兄弟自当有福通下 有难同当 今日大哥有难 小弟焉能苟且偷伤 孝大侠与我与小女有恩 丹臣 我会设法冲入人群 助他脱险 是 可是对方人多势众 主公又有何妙色脱善 大丈夫恩怨分明 当敬礼而为 以死相报 乔丹 乔丹 身负我玄苦师兄命案 罗汉堂弟子 把守下山的各主要路口 此次不掉他清楚 绝不容他在下邵氏山 是 公子爷 今日各路群雄齐聚在邵氏山 你看 我们是帮的少林 还是帮的丐帮呢 我看那丐帮的什么帮主 庄俱贤 只是个小人 远不及消风豪霞仗义 既然拜那个丁老贼为师 真的不知羞耻 要不然 我们就相助那少林 灭一灭那小子的威风 让那丁老贼 也知道我们的厉害 公子爷意下如何 各位兄长 我们以父兴为第一要母 岂可居于个人的寺院 萧封杀师杀父 乃中原武林之功底 我慕容父 又岂能视而不见呢 小兄 你是忌丹英雄 我慕容父 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 便是死在萧兄掌下 也算是为中原英好 尽了一份薄力 虽死犹容 慕容兄 这就是你的不适了 我大哥与你远日无焉 近日无仇 当时大家都怀疑你的时候 也曾为你的不适了 你又何必趁人之威呢 段兄想做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的话 一并上来赐教便是 我又有何本事赐教于你啊 不过是说句公道话罢了 姓萧的 我看在你年轻 让你几招 现在开始 我不让你了啊 姓萧的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今世咱们便来做个了断吧 你们三个 一起上吧 这谁啊这是 阿弟叫我不过 快跑啊 太傻人长力了 这下婚了 太傻人长力了 这下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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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了 拿酒来 是 众伟兄弟 政委 是大理段公子 我的杰逸兄弟 今日我们身陷重围之中 寡不敌众 势难脱身 你们生死与共 生也罢 死也罢 咱们痛痛快快地喝他一场 好 今日必须与大哥 好好地喝上一场 大哥 三弟 二哥 三弟 大哥 大哥 你们喝酒为什么不叫啊 这 这喝啥 是 大哥 此人便是我的结拜二哥 他出家之时 法号叫做虚竹 我和他结拜的时候 把大哥也一并结拜在内了 二哥 还不赶紧拜见大哥 虚竹 拜见大哥 我这兄弟做事有些痴情 竟将我也结拜在内了 来 快起来 此刻情势凶险 生死就在清客 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 定是众义轻生的好汉子 能结交此英雄好汉 不枉了 来 这十八名气单勇士 对我忠心耿耿 平时相处如手足 今日咱们大喝一场 喝 干 干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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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二弟的武功 如此了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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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十八旗听令 保护段公子 是 温戏 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天 去 我口口声中说 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 尸到灵头去躲在这里 受人保护 算什么匿迹 左右是个死 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 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 什么 新秀老妾 法帝无边 新秀来 法帝无边 山头跑大 为阵殿下 离开 御婆婆 你们怎么来了 启禀主人 属下收到梅兰竹菊四位姑娘传书 得知少林寺和尚 要为难主人 便只会各不精锐 前来营救 幸好主人无恙 属下不胜之喜 于婆婆 我可是少林寺弟子 你的言语不得无理的 是 属下知罪 结诈 余 余 死 死 死 你要死要活 死有什么好 当然是活着有滋味了 别杀我师父 打他如同打我冤枉 不要 凶伤我 表哥小心 大理断是一样 你不可轻敌 爹 大理断是一生 羞伤我爹 这是这招 是六百神剑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公子接到 我来 盖王向来以人侠为先 你身为一帮之主 竟与这些新宿派的妖人 同流合物 辱没了丐帮 数百年侠义的美名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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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赶紧给他几片生死符 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虞婆 要粥生死符 得要些酒水吧 妙吉 妙吉 掌门师叔 快杀了丁春秋 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 师叔 师叔 快取解药 这毒药好生厉害 杀死了 羊死我 休息老怪 赶紧交出解药 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符 掌门师叔 快动手啊 掌门之仇 烟可不报 师叔 承捷药又紧 余婆婆 你看她 怕她现在这个样子 也拿不了解药 要不我们先把止药丸给她吧 好吗 这半粒解药可以解你三日之眼 三日之后齐氧复发 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 就要看你乖不乖了 解药 好 好 好 这个红的是外涂的啊 白的是内服 哦 嘿嘿嘿 liver 呃 啊 啊 啊 seventy 啊 啊 段兄 你这招恶狗吃屎 是大理断氏的独门绝技吧 不是 公子揭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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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你六种剑法起始 转换之时中间会有空隙 不妨只使用一种剑法试试 多谢大哥 这南慕容北交风齐名已久 今日得剑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大理断氏的六脚神剑 着实料得 为了姑息慕容也不落下风 阿珠那日所以甘愿替死 是因怕我杀他父亲之后 大理断氏必定找我复仇 三明解法诸子申请 倘若真与我为敌 胜负难测 灵酒宫主人英雄无敌 令小的实在佩服 天下武林之主 非主人非主人莫属啊 丁春秋你灯烛之火 竟敢跟着月争光啊你 这老东西举心菠色 恳请主人早是除了他头来啊 对对 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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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无耻小人 除了他 除了他 怎么能将吹牌星宿老怪 那番陈词滥调 无耻言语 转而称颂我的主人 这真是无礼之极 是是是 小的呢 给您换个花样 保管各位仙姑满意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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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仙姑 豹美如花 胜过西施 胜过杨贵妃啊 对对对啊 胜过杨贵妃 混账 胜过西施啊 各位仙姑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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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都带下去 是 是 我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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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少林寺须自卑弟子 须逐听令 冬龙子手下留情 冬龙子手下留情 我跟他 我是你心中所念 只有你表哥一人 段某敬你 爱你 绝不愿令你伤心难过 月儿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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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饶你姓名 你却反下毒手 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肖蒙 竟与你这种人齐名 你